大家好 我是阿昌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裝修報價 為什麼經常收份報價回來的差距硬是這麼大的呢? 到底是哪一個桌古畫呢? 這次一單500多呎的三房做產底的油漆工程做例子 通常做這些油漆工程就看得不太實體怎麼看的 你賣樓的實用尺數就已經大約估到價錢出來 最多是看完現場環境 可能有多陣子 有多那些角色位要批就加一兩工人下去的 就是這些500多呎 你把廁所、廚房當成400多呎 首先你找了三份報價回來 一間就是誠實裝修 一間就是良好設計 一間就是學師槍 分別三份報價 就是28000、38000、48000 三間、講話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你如何判斷好呢? 又或者為什麼誠實28000做到 學師槍叫48000就做到呢? 首先講一下產底 通常鑲底有些師傅說 很實的 底部不鑲 不要鑲傷底部 首先底部也鑲不傷 不過我們一句說 鑲得多就批得多 所以師傅盡量留多些 自己批少一些 誠實工程的功數 就跟回我以前打 某些專做 那些套餐的公司的做法 鑲底加 先分開 鑲底加油漆兩天 公司一定要兩天交到這個程度 要不然 你就是挺炒的 然後楊好可能是在誠實和學師中間 抽稅 中間拿平衡位 所以就不捨 然後鑲底 學師槍可能要五天 為什麼學師槍多用這麼多天 因為鑲底 譬如我最近鑲一間二百多尺的公屋 已經要鑲三天了 為什麼呢 因為掃完一層 鑲完那一層 還有十年前那一層油漆要鑲 十年前那一層鑲 還有一層光油底要鑲 鑲完那一層才能見到最原始那一層 而你為什麼兩天剷完呢 兩天剷完的問題就是 可能你見到有偶爾的出現 就是住了半年又一年左右 開始這樣撬開口 就是鑲底差不多乾淨了 因為如果是上一層油漆五合一的類 你掃花白水產是產得很慢的 你要產得乾淨四五天就不行了 但是當你公司規矩 以你兩天搞定呢 你就唯有 總之拿一天的時間 再加一天加多一半天的時間去盡產 產完不行的那些 就跟自己說 沒有啊很實 照所有批揮就可以了 那就照所有批揮 翌日就可以批揮了 另外批揮 所以承實工程可能批四天 四天就給多了 對啦 根據我當年呢 它這些單位呢 是頭浸你可以批久一點 頭浸可能批日半 然後你就要一天一浸灰 不是又是停炒的 何思昌呢 就可能批灰批六天 但是不止六天的 因為它還要加 因為產得太乾淨了 要撿底 什麼叫撿底呢 就是可能剷到 譬如那些角黏得太厲害 就要粗粗地撿石膏 撿平它 撿底就當撿一天了 然後包角 就是那些明角位 可能要貼上那些膠規灰角 或者可能就算不貼 有些位置 都要儘量放一放靚它 又一天了 這單光是六七八 學師槍就要做八天了 這個就是分別了 接著打磨 對 通常這些打磨和油面有計數 因為他們打磨就不會磨足一天 就可能吃飯 吃晚一點 那天 就早上磨到可能兩點多磨完 然後才吃飯 接著開始油油 加上油是四天左右 對 接著學師槍呢 就磨也磨一天了 磨完一天 然後師傅在這裡 哇好辛苦 花山刀瘦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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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那些是很好收貨的 用一些便宜的 因為好好的好似立邦那隻 便宜的那隻不是 由誰死誰的 少少反光都很帥 好了 這樣就賣數了 誠實工程 就當是1500元一日 因為供了又加價 不是1400元 1500元一日 這個還是假設誠實工程 找一個發得足的大工 不像某些公司那樣發不足 那就是15000元 材料 例如批塞膠灰 在這裡買灰可能是2000元一日 然後買免優又當2000元 我給予很鬆手 他絕對不會買那麼多材料 因為批塞膠灰不用2000元 是1000多元而已 這樣呢 他的成本就是19000 然後是19000元 這單工程已經賺了9000元 然後計算了學師槍 學師槍就是 譬如這裡 現在計算了多少 在這裡賣一賣數 這裡是8、13、19 然後找一個學師槍 大家都知道 學師槍的油漲很少再加錢 所以有時候打架 又要多一工人 然後可能窗邊位 有時候大家明顯別人 窗邊位是不值的 窗邊位是用去塞膠 窗邊位是用去塞膠 然後再打架一工人 然後另外可能裝完門之後 又要回頭收拾手尾 又要收拾兩天的手尾 你看幾多 19、20、21、22、23 你看23 23、4 給我給你 23、4、1、500、3萬 好 等一下 是的 經過電腦運算之後 學師槍的人工是34,523工人 然後材料是5,500元 為什麼貴一些呢 因為學師槍批了一些桶裝灰 桶裝灰十多桶 都加上一些濕濕碎碎 三千元 然後買油 又買立邦紅罐 又六百零七百元罐 買四罐 又是2,000元 又加上5,500元 這樣學師槍就賺你8,000元 你可能 哇!有沒有搞錯 一單的賺我8,000元 如果你以單純接工程序 再找師傅做 你賺不到8,000元 你就真的不如不要做 因為你不是指這條數 有時可能師傅產底 特別是長子鑽油漆 這個產底數最嚴重 等一下 兩轉 長子鑽油漆 師傅待會又做了兩工人 產完之後說 這裡的光油浮了 然後和你把光油放在一起 可能又做了兩工人 然後批灰又可能又說 哇!這間屋很斜 又不只批六天 又批多一兩天 那你那8,000元就吸口可危了 而為什麼不用計這些數呢? 因為它基本上 總之是計 可能 我想當年就 9元呎 現在可能多3,4元吧 可能當它是13元呎 所以照度長身面積13元呎 就全部給油漆老判來做了 你什麼廢話都不要跟我說 總之我只是計13元呎給你錢的 有剩下的就給我自己想好它 那你可能到那些 剛才我說這些什麼打架 跟著手尾呢? 它這裡就全部跟你另計的了 然後又說這裡不包 好像這裡不包的 加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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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好像大叔去那間SPA那樣 然後波推又加一塊 手帶又加一塊 什麼Lulu又加幾塊 這樣加上去 所以它又封了涉本門了 而學師槍呢 還因為拋頭六味的關係 所以那些客人可能說 做過什麼時候要跟手尾 裂了 學師槍又跑不掉的 阿承實就把握手 沒有啊 過了保養期一句就搞定了 學師槍怕被人搶他 就被捕著 撿吧 沒有啊 你找得到之後 真的連我也要撿的了 所以為什麼學師槍 又開到這麼貴了 而阿承實工程就開到這個價格了 而有些客人就找了阿承實工程 做完之後就說 可能過半年後裂了 家屋裂了 燈槽周圍裂了 叫師傅回來又不堪則 黑店之類之類 就是這些原因 因為 你看到價錢差 就像大家都做肚餐 你要看看肚餐裏面的細項 還有對於那個人 你覺得他會有多盡責 一個不盡責的人 就做完這樣扔下給你 就很簡單 就算有個油漆師傅說 是 槍師傅 這些工程多得太 你15元呎判給我做 我幫你包搞定 我也不敢判出去 我也是自關我入工回來做的 因為日工就會跟你在 咦 阿承又說 不行 你這樣做下去有獲器 日工就雖然做多兩三天 但是日工就會幫你消除將來的隱患 所以為什麼要請日工做 就不是判出去做 判出去做的話 你就對質素控制不了了 因為到時你一加東西 你判來做的又跟你說 加錢加錢加錢的 那你就開始 這個數目又不夠做了 是的 一單這麼少的油漆工程都可以這麼煩 所以為什麼你找幾份布格回來 為什麼全屋裝修 一人跟你說25萬 一人跟你說45萬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中間太多隱藏的細項 你不是這一行的人 就算我這樣說完一段 你也是不太明白的 總之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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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通常都是找了阿承實 去做一間油漆工程 順風順水當然沒事 一個不順風順水又獲器的時候 你就在刀仔刺大腿 不斷說 哎呀 被人找笨 黑店 裝修都沒有好 然後有學師槍就變成被人罵是黑店那個 因為這些就是黑狗偷吃 白狗當災